古装剧中,我们经常能看见主角们聚在一起,吃东西的画面,她们吃的东西各类有很多,像是米饭、面条、包子、水果、糖葫芦等等。 而今天小编要为大家分享的,就是八位女星在古装剧中吃白饭的样子。 看看她们是不顾形象放开了大吃特吃呢,还是带着偶像包袱矜持地吃吧。 赵丽颖在《花千古》中的吃戏有很多,像什么包子、萝卜、水果、米饭都吃过。 跟吃其他东西的吃相比起来,她这个吃着白米饭的样子,看起来就比较矜持了。 不仅装饭的碗是小好的,筷子家的米饭也是小小一柱,给人一种食量比猫还小的感觉。 徐灵文算是一个让人认得脸,却不知道名字的女星,她这个一服心事重重吃着饭的样子。 是她在公所心域里扮演刁蛮任性的四伏镜精之,这个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爱重。 一个人独自吃饭的样子,不仅没有了平日里的刁蛮样,甚至看着还有几分可怜。 刘世世的演技虽然经常网友被吐槽眼镜呆滞,没有表情,但她的吃戏却是可圈可点的。 无论是犀利人师中不顾形象的放开大吃,或是风中其远里看到食物两眼发光的样子,又或是步步惊心中,这个带着点小委去,巴着白米饭的样子,都表情丰富的让人瞬间入戏。 同利亚的古装扮相特别的符合我们心目,中古典美人的形象,就算是做着吃饭这么平凡的动作。 一身优雅气质也仍然不减,只不过她这个心不在焉巴着白米饭的样子,透着那股孤独寂寥的感觉,实在是让人看着都觉得心疼。 很多人都觉得刘亦菲的古装扮相,美得像个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女,但其实仙女也是需要吃饭的,她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这个吃饭的样子就是正名。 那张开嘴巴小口吃饭的样子,虽然不算很放得很开,但却带着一股文静淡雅的气质,让人光是看着都觉得很美好。 说到女星在古装剧里吃白米饭的造型,就不得不说,杨幂,这个在公所心欲中,在嘴巴里塞满白饭的样子了。 感觉就像是,不管吃不吃得下,只要硬塞进嘴里就行了。 虽然这样子不顾形象的杨幂,给人一种莫名的可怜感。 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萌的,唐宁在《牛郎之女》中,这个大口大口吃着白米饭的镜头,可以说是十分经典的。 虽然他拿筷子的姿势并不标准,饭也多到能一顿顶三顿了。 但他身上那股清纯朴素的气质却吸引到小编了,给小编一种特别自然不做做的感觉。 贾静雯这个瞪着一双灵动的眼镜,努力扒饭的样子,是他在《倚天图龙记》中扮演的照明。 看起来是不是跟他平时在剧中的形象有点不符,甚至还带着几分惊讶和软萌。 比起平时精明爽快的样子,反而显得更加的接地气了。 这八位吃着白米饭的古装女星中,谁看起来最放得开,谁又让人看了胃口大开呢?